那老师,听出我们销售时装的电商以后不能使小湘峰这个词了 这个不公平啊,要知道这可是我们时装类电商常用的词 诶,珊珊,那你先说一下,小湘峰是指什么风格的服装呢 小湘峰一词最初用于描绘相当儿品牌的经典套装风格 现在这个词呢,在电商领域一般指粗仿泥真织面料制作的 有个性风格花色的服装 这个词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大家都在用 不过现在好像听说有人把它注册成商标了 然后他再次不能用了 小湘峰确实是一件已经在25类服装上注册的商标 一个商标能不能被核准注册 首先要看商标是否具备显著性 商标法第11条这么规定 以下几种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 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 二,仅直接表示商品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素料 和其他特点的 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 小湘峰之所以能够被核准注册 应该是在注册申请审查的时候 商标局审查员认为 这个商标不违反上诉规定 而且一旦注册 这个商标就取得了商标专用权 因此电商卖家在使用词类 被注册为商标的词汇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突出使用或者不使用 从而减少倍速侵权的风险 那也就是说即便是缺乏显著性的词汇 一旦被注册成商标 别人也没法使用了 也不尽然 商标法还规定 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 图形、型号 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 足够原料、功能、用途、重量、素料 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 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因此如果被他人投诉时 使用人可以通过主张该词汇 确实属于通用词汇 来维护自身权益 据我们所知阿里巴巴电商平台 在申诉中对于这些词汇 使用和处罚还是留有余地的 另外对于不当注册 缺乏显著性的商标 任何人可以提交无效宣告请求 例如一个曾经在玩具类上注册的商标 聪明棒 就因为缺乏显著性 而被地方行业协会提起无效宣告 并最终被宣告无效 从而维护了同行业企业的合法权益 因此电商也可以通过 申请无效宣告的方式进行积极维权 从根本上产出侵权的隐患 谢谢高老师 我以后也会注意 在使用这类词汇之前 先查一查是否属于他人注册商标 接下来 期待